智莎 哈囉大家好我是魔王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開箱我們的RADE系列 目前最近推出的RADE雞首還有一隻機體 魔王還沒有來跟大家進行開箱 當然在片頭的地方 大家會看到這麼多隻的虐殺龍 應該也猜得到了 沒有錯 官方這一次推出我們最新的記憶體 ZW48 又是大家熟悉的 虐殺龍 官方自己覺得啦 官方這邊好像也是特別喜愛 這一隻虐殺龍 以版本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ZW系列當中推出過最多版本 應該也可以算是這一隻虐殺龍 從最早我們第一隻 跟大家介紹的紅色樣式的記憶體之外 到後來又有推出一隻黑色的指揮官機的樣式 當然在前一年2019年的恐龍波會場限定 也是推出了一隻異色版的虐殺龍 加到今年我們ZW系列 也算是動畫當中進入第三季 又再一次推出我們的虐殺龍的機體啦 這連我們的長牙獅主角機的樣式 其實也沒有被推出這麼這麼多的款式啦 官方這邊雖然很常使用這隻虐殺龍來推出不同的版本 但是像是我們的ColoColo限定 上個禮拜 魔王跟大家開箱的這個亞瑟長牙獅這種白河的樣式當中 這隻虐殺龍反而是從來沒有出現過耶 也讓魔王覺得有一些些納悶啦 如果在人氣上面相對比較高一些的話 怎麼會沒有考慮說要推出一個限定版的這種款式呢 其實魔王也不太清楚官方這邊的考量啦 官方自己會覺得說 這隻虐殺龍就有一點點像是那種量販版本的異色款式這個樣子 官方這邊可能會想要在每個階段呢都推出相同的一隻機體 但是呢是改變不同顏色或者是增加呢武器配件的這個樣子 也算是一種慢慢成長的感覺吧 那回到我們這隻機體啦其實又是大家熟悉的虐殺龍 但是在武器的配置上面呢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封面的地方呢 側邊是又增加了這個砲管的部分 也很明顯啦在名稱上面呢也是直接增加了這個雷射武器的套件 除了增加這個武器的配件之外 當然在色彩上面也是有很明顯的改變啦 官方自己是覺得說這個外盒的設計 欸有一點點像是這種鋼彈的感覺啦 這個場景啊搭上整個搭配起來的風格呢也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在盒子的右下角呢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了 沒有錯新推出的盒組在盒子的右下角都會有一個簡單的縮圖樣式 魔玩覺得它很貼心的地方是也因為呢我們這次是一個恐龍機體的樣式 所以在縮圖的部分也就改為這個恐龍的這個機體恐龍的樣式欸 縮圖的呈現上面呢還是會稍微做改變的 魔玩覺得在這些小細節上面呢真的也算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盒子背面的資訊 左側的下半部這邊呢有一個機體的詳細說明 當然我們武器的部分呢也是有稍做介紹的 那上面呢當然需要一個簡單的組裝 組裝完成之後會有一個電力行走的樣式 那在中間的地方呢也是有用兩張圖片 呈現一下會擺動的部分 當然也包括我們的頭部尾部以及手部的地方 只要在電力打開的時候呢這些機關都是會有一個聯動的裝置 那在右側的地方呢 這隻機體一樣是有本能解放的 也因為這隻機體其實在蠻早期之前就已經有推出了啦 所以在本能解放的部分這隻機體還是有呈現出來的 最新推出的機體系列也因為搭載了這個新的CDS的武器套件系統 所以呢是已經把這個本能解放的部分給取消掉了 大家如果想要購入機體是有本能解放的話 還是要選擇早期所推出的機體款式 當然在外盒的部分呢也是會有稍做說明的啦 那大家可能還是要稍微再詳細的觀看一下外盒的部分 那在這邊我們就趕快來進行開箱啦 打開之後一樣可以先看到我們的說明書 這邊的說明書呢算是重新印製的啦 不是附贈了我們舊版的說明書系列呢 再增加這個武器改造的說明而已 這邊我還覺得至少是全新推出的機體 有重新印製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有良心啦 那我們待會再稍微看一下零件的A袋 A袋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骨骼的樣式骨骼的部分 這邊的袋子呢其實也沒有像烈焰長啊 是使用厚一點點的袋子啦 還是用這種傳統比較薄一點點的袋子 零件的B袋也就是我們外盔甲的部分 最後的S袋 這個就是小零件啊以及一些軟塞套件的部分 本體來動力的原因也就是我們洛伊德的心臟 這邊所使用的就跟之前的機體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一樣把它放在旁邊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說明書這邊的介紹呢 其實都跟之前算是一模一樣的啦 在第一頁的地方一樣有所有零件的零件表 新版的說明書是有增加了一個勾選的格子啦 可以在對零件的時候呢直接勾選 這邊也算是比較方便一些的 當然在說明書的內部 外盔甲組裝的最後一頁呢 是又增加了一個安裝武器的說明啦 當然在整體的說明書上面呢也是有重新配色的 除了這個步驟以及配色上面的差別之外呢 其實都跟之前算是一模一樣的啦 畢竟都是相同的機體 說明書呢我們就先放在旁邊啦 這邊沒完一樣直接打開所有的零件 組裝完成之後再拍攝一些細節的畫面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開工啦 好 好 好 akan煮好了 再加上筷子 切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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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